男人本是韩国最年轻的天才医生 怎料遭人陷害 导致一场医疗事故 更令人惊讶的是 去世的患者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 经过宇哥一番调查 发现有一个女医生 无意中听到了院长陷害她的经过 所以这名女医生韩季节才是关键 正好她现在被之前的医院开除 因为她毕业于一个垃圾学校 所以很难找到工作 于是宇哥借着职务之便 就安排了季节到自己身边工作 季节本以为是天赐良缘 其实是宇哥别有用心 当宇哥拿出一段录像时 这彻底击碎了季节萌动的心 并没有答应宇哥出来作证 第二天宇哥告诉她死的患者是自己的母亲 这才打动了季节并答应出庭作证 就在两人约定一起去法院时 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季节马上冲上前去急救 正当她万念俱灰时 宇哥像木偶一样 呼冷一下就站了起来 这让季节以为自己急救成功了 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宇哥和季节几千年前就是一对 没想到当时的季节被王上看中了 要内入后宫 绝望的季节将定情信物还给了宇哥 约定下辈子再续前缘 这让宇哥痛苦万分 于是二人决定在送亲的途中私奔 不料护卫队长早就看出端倪 事先设好埋伏 将宇哥万箭穿心 这时的季节心如死灰发誓 一定要报仇 就在洞房之夜 王上正等着季节宽衣解代 护卫队长文生赶来 看着早已领了和饭的王上 就要冲上去将季节就地正法 没想到 因为宇哥和季节的任性 不仅自己送了命 还把两大家族的性命都搭上了 所以就被这个看起来像阻拦的创世神惩罚 季节将永生永世重复失去爱人并自杀的命运 宇哥则失去所有记忆成为神的墓 每过99年就会返回人间99天 在阴间听取亡灵冤屈 在阳间还要听人类的诅咒 要把阳间的坏人送往阴间 直到再次遇见季节并对他说出我爱你 才可以解除诅咒永世安宁 就在宇哥马上要掐死季节时 突然发现御神逃跑了 这才放下手中的季节追了过去 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御神背后 因为每次宇哥觉醒前 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砍死 这次又是被摔死 所以很生气 在暴揍了御神一顿后 三人开着24K斤的车去网了首尔 这是不知所措的季节正在满世界地寻找宇哥 刚从50层楼摔下来的人 怎么会不在医院 甚至停尸房里也没有 画面一闪 宇哥正在海边的大别野 想着要把哪个倒霉蛋送到阴间 男人坠楼重生 净化身死身木偶 秒遍渣男克星 这个女孩是名大义新生 在一次聚会上偶遇渣男前辈 身为要寄师的渣男 给女孩的酒里下了资质的迷药 等女孩神志不清的时候 带回家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并且还拍照威胁 女孩受不了心理压力 想要上吊自杀 在自杀前 他不停地恳求上帝帮帮他杀了渣男 没想到宇哥接收到了这强烈的意愿 闻生赶来的御神脚神 拿着渣男的资料 宇哥看了一眼就顺应了 与此同时女孩的妈妈跪在地上 恳求渣男删掉照片 没想到渣男此刻竟然要老少通吃 正当渣男往酒里倒迷药的时候 母亲忍无可忍拿起酒瓶就是一下 渣男气急败坏回首一个大耳雷子 就在他愤怒的咆哮时 宇哥突然出现 杀疯了的渣男上来就要干宇哥 A级寒兵长少说也得两百年的功力 把周围玻璃都冻碎了 二天早上 宇哥又被诅咒的声音吵得烦躁不堪 马上叫来御神脚神问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叫都振宇 御神憋不住笑地说道 那不就是你自己吗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原来季节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也找不到宇哥 情急之下让弟弟在网上散播谣言 说宇哥外遇后 骗了十个亿跑路了 好家伙 消息一发全网沸腾 没用多久咒骂声直接传到宇哥耳中 一看发帖人竟然是寒季节 宇哥真是后悔当时没杀了他 正在公园散播的季节 回头竟发现了宇哥 刚要冲上去 宇哥一看这情况 当时气消了一半 反倒是季节看到宇哥安然无恙 直接给了他一个过肩摔 宇哥心想本来可以放你一马 看来还是得干掉你才能消气 这让宇哥顿时一脸懵 季节骂骂咧咧的说他不是人 宇哥说你挺有眼力啊 画面一转 二人来到了海滩 季节断定宇哥一定是得了失忆症 并且伴有解离性神犹症 说白了就是神经病 于是决定从新开始认识彼此 宇哥此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 到家的宇哥心情明显开朗了许多 他跟御神绞神说可能遇到了命运之人 可是御神说因为季节本来就没有罪 所以你才下不了手 当天晚上 季节宛如卡车一般朝着宇哥袭来 宇哥感叹着这个女人手段还真多 这时季节突然递过来一个冰棒 见宇哥吃得津津有味时 季节说你已经接受我的贿赂了 就必须答应我做件事 因为除了季节没有人知道宇哥失忆的事 所以在审查会上需要宇哥来作证 证明自己是受了都政与教授委托 才去起诉理事长 并没有背叛 这样他才可以保住工作 宇哥答应了季节 并且说以后就不要再来烦我 第二天 宇哥不仅做了证 还把季节不让说自己失忆的事 全盘拖出 这下铁定季节是要失业了 追上去问宇哥 如果你不想来可以不来 但是没有必要把事情变得更糟糕 宇哥却说 我就是看不惯你那份执念 一直忘不了都政与 我不是他 也没有理由帮你 转身就走 季节追了上去说 因为他救过自己还愿意当自己的靠山 而且也是第一个说要对自己负责的人 宇哥压根就当没听见继续走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身体会不听使唤 接着季节又喊道 虽然宇哥嘴上喊 千万不能跪千万不能跪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察觉到一样的宇哥 马上拿下千年前的信物给季节看 可是季节并没有想起什么 反倒是觉得宇哥在发神经 转身就要走 就在宇哥拉住季节的瞬间 唤醒了千年的记忆 想起了自己的爱人叫雪姬 也就是现在的季节 宇哥拼了命地给他讲述信物的来历 可是季节并没有丝毫对他的记忆 而且觉得宇哥就是在拿他找乐子 说着说着宇哥脑中又闪过一段回忆 这让宇哥忍不住上前想要来的热吻 可是 这突如起来的尴尬真是无以言表 然后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晚上宇哥独自站在江边伤感 另一边季节也面临着窘境 因为自己的夸张事迹 现在闹得连养老医院都不要他 这时季节又想到了和宇哥相遇的那一天 紧接着告诉自己别做梦了 他只是拿你当个笑话 走投无路的季节在网上找着工作 竟然发现了一个特别符合自己的私家医院 隔天姐弟二人一同过来面试 在路过一个院子时 他们仿佛看到了妈妈和童年时代的自己 耳熟的童谣 熟悉的面孔 勾起了季节万千思绪 之后季节来到了要面试的这家医院 没想到的是 看到宇哥的瞬间 季节怒气十足地说 为什么你总是在我眼前乱入 宇哥说这次好像是你乱入到我眼前吧 在看过宇哥开出的超豪华合同时 季节此刻非常动摇 但是看着还有那么多的应聘者的时候 没办法只能马上签字画押 在看到季节签字画押以后 宇哥用超能力在后面又加了两条 一个是要跟他拍拖90天 另一个是如果违约要赔偿10年租金 季节气氛地问10年租金多少钱 宇哥也不太知道物价 随口就是一个小目标 这可给季节气坏了 于是他找弟弟吐槽 弟弟拿起手机一算 十年一亿含元 那不就一个月八十多万含元吗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 然后说姐姐这数学课都就饭吃了吧 得知喜讯的季节转头就去贷款 可是既没工作又一屁股贷款了他 没有银行会借给他钱 一出门就遇见天降横财 结果没想到是宇哥搞的鬼 这可把季节气坏了 宇哥说 只要跟我拍拖区区一个亿 小事情 这让本就生气的季节更加火冒三丈 心想你就是瞧不起我看我笑话的 指着宇哥就说 结果宇哥真的粉身碎骨地躺在了地上 男人先是制造了一场车祸 看到杨女被甩到车外没有死 竟然把他扔进了河中 只为了骗取高额保险金 第二天 被季节弄得全身骨折的宇哥 又收到了新的诅咒 男人名叫崔光摩 大家都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 现在很多人在医院楼下抗议游行 警察也在对他审问 但是他坚称杨女是车祸甩到河里的 他脸上也是那时受的伤 警察说 幼稚园和急救士多次打过报警电话 因为于清程度不一样 所以怀疑是家暴 男人眼看白口莫辩 于是就说自己只是稍微教育了一下而已 难道教育孩子也不行吗 之后问起前两天他家里的火情 男人却说那是杨女肚子 自己主动吸结果望关火引起的 可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有纵火的痕迹 接着男人说 那还费什么话 有证据就逮捕我呀 这给警察气得牙根都痒痒 就在这时男人扔出五万块辛苦费 这可真是太侮辱人了 因为被季节折磨得够呛 所以宇哥的超能力此刻也有点失灵了 没办法顺一难就只能开车前往 此时男人正悠闲地吃着苹果喝着饮料 突然灯光闪烁 宇哥降临 男人误以为宇哥是记者 对宇哥不屑一步 接着宇哥说为了区区保险金 你就杀害一个正常的孩子 你还算是人吗 看着宇哥的态度 男人有点怂的 拿起水果刀 对准宇哥的脖子就是这些结果 这让男人害怕地丢下了手里的水果刀 宇哥上去一把抓住男人就给他送到了冰岛 但是今天的法力明显不足 在临死前男人喊声惊动了外面的医生 现在又没法顺 这可把宇哥急坏了 就在女医生开门的一瞬间 宇哥使出了失传已久的灵多微步 走廊灯相继爆开 即使只有昏暗的亮光 也让女医生看出了那是自己的哥哥都镇影 成功化解了危机的宇哥 上车时被安全带卡了一下 在想到玉神嘲笑他的嘴脸 于是决定今晚就要将这台24k斤的跑车报废掉 一脚由门冲出了医院 还撞到了正好停在路边的便衣警车 在上演了一段速度与激情后 宇哥把车开到了一个死胡同 警察拿着枪上前查看 结果这时的宇哥已经顺移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脸懵的警察待在原地 画面一转 季节走投无路之时惊人介绍 来到一家放高利贷的酱菜厂 一进门就看见不再跑男好好待着的刘在市 正在擦酱缸 闻大师说借高利贷的事怎么还两个人来 这时季节才发现宇哥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 在谈拢条款后 季节开心的手舞足蹈 借着心情好的劲 宇哥又开始了一顿表白 这时季节说如果你真想和我拍拖 你得拿出证据证明你就是我的命运 第二天季节和宇哥正在搬东西 一个老大爷以为自己见了鬼 吓得心脏病突发 季节紧急处理时发现他身上有好多瘀青 之后将大爷送到了医院 没想到他竟然是闻大师的老公 季节处于好心让文大师给大爷测测血糖 结果文大师说 如果你在这样多管闲事就不借你钱了 回到家里宇哥说文大师其实是各家暴反 所以大爷身上才会那么多瘀青 于是二人决定隔天再去一探究竟 宇哥借着有大客户谈生意的理由引开了文大师 季节趁着这时候搜集证据 没想到用力过猛 要撒了一地 声音也将文大师引了过来 这时季节也摊了牌 直接问是不是故意给大爷吃错药 他才出现幻觉 文大师二话没说准备打电话报警 就在这时宇哥发动血轮眼 让文大师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随后表露了真心 其实大爷经常出去下棋赌博 因为年纪大总被骗 于是换了几次要吓唬他 这样他就可以老老实实在家养病了 接着一个响指 文大师睡了过去 宇哥此时也很纳闷 难道情报有无 就在回去的路上 季节说要离开这里回乡下从头再来 宇哥说医院送给你了不要钱 可是季节不要 他说虽然我没钱 但是我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 感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听我发脾气 宇哥说你是离不开我 当你转身时你肯定会回来 季节并不相信 就在季节转身要走的时候 宇哥竟然唱出了季节妈妈从小吟唱的歌谣 季节马上追问宇哥是不是认识妈妈 宇哥说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你和你妈妈 那时候宇哥作为地狱使者每天都要听着各种怨念 就在几乎要崩溃的时候 耳边想起了这首歌谣 那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被净化了一样 这也让宇哥感动不已 于是答应季节妈妈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 季节妈妈说以后如果宇哥遇见自己的女儿 一定要替自己好好宠爱她 可以为她做任何事 就这样宇哥答应了季节母亲的愿望 作为神的使者许下的诺言就一定要遵守 宇哥告诉季节你们以后会在路上相遇的 听了宇哥说完一切的季节 觉得他一定小时候总生病 因为妈妈做过急救医生 所以在路上遇到过妈妈 我只能说这个南辕北辙的对话不愧是你 两个人这次聊得非常开心 就在驾车返回医院的途中 季节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要如何才能知道我是不是你要找的血迹呢 这把季节吓得直咳嗽 于是打开了收音机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就在电台播报了一起案件贩毒集团 冲破警察包围圈逃走的时候 宇哥突然听见了新的诅咒 这突如其来的怨念 让宇哥头疼欲裂突然发狂 季节也被吓得车子失了空 季节缓过神来 慌忙下车查看伤者 可是却没有见到人 于是打电话报了警 这时候发现 车里的宇哥也不知了去向 画面一转 三个社会人士正在围殴一个人 就在寸头男准备拿到结果对方的时候 宇哥突然使用超能力让寸头男无法动弹 就这样三人放下了手中的男人转向宇哥 只见我宇哥右手一挥送走了一个小咖了 接着左手一挥又送走了另一个光头咖 寸头男此时准备上前单挑 宇哥一个瞬意让他扑了空 接着又是一个瞬意来到他背后 因为有了上次魔法失灵的经验 宇哥这次决定先掐死在洞上 这时杀完人的宇哥痛苦万分泪流满面 因为他受够了每天这样杀人的日子 回到家以后 宇哥以为自己被甩了 所以喝酒买醉 喝多了以后 把价值两千万一瓶的红酒摔着玩 第二天 宿醉的宇哥难受得要死 突然季节打来了电话 让他二十分钟后来医院找他 无法拒绝季节的宇哥准时赶到 进屋以后季节告诉宇哥 虽然我没法跟你拍拖 但是咱们可以从暧昧开始 这时已经决定放弃了宇哥 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总之两个人就这样糊里糊涂的 过上了甜蜜生活 一起给医院装修 一起骑摩托在海边游玩 第二天在宇哥的强压之下 脚神不得已来到医院应听护士 不难看出 他根本就不想来 此时医院正是用人之计 所以我们的季节院长 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住他 第一次出诊脚神就踩了一脚的牛粪 还要强制照顾孩子 最后还被患者吐了一声 就这样身心俱疲的脚神 回来跟宇哥赴命 脚神心中默默发誓 一定要报复季节 与此同时 警局正在调查死在医院的崔光母 就在宇哥享受难得的清闲时 正准备去警局 接受交通事故调查的季节 刚好路过 看着季节头上的发誓 又唤醒了宇哥沉睡已久的记忆 血迹也带过同样的发誓 于是宇哥问道 季节以为他这是在跟自己讲情话 反问他这两天 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宇哥的反应 像急了被老婆抓包的样子 于是季节让他陪自己 去警局处理事故 尽管宇哥心里一万个不乐意 奈何季节说的话 他是拒绝不了的 到了警局 发现受害者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 这让季节觉得不可思议 首先自己车已经撞到几乎报废 受害者怎么可能连一点轻伤都没有 其次季节明明看到了受害者的脸 确定肯定不是前男友 旁边的展板引起了季节的注意 指着那张海报说我撞的人就是他 可警察却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两个月 你这分明就是胡说 录完口供正准备走的时候 前男友追了出来 宇哥也看出了不对劲 急时打断然后抱着季节就走了 一段记忆再次闪过 可真是一段孽缘啊 季节拿着海报让宇哥帮忙找这个人 宇哥内心其实是十分抗拒的 上一秒刚丢掉的海报 下一秒却又乖乖地捡起来 画面一转 曾经设计陷害杜正宇的理事长金碧珠 正在办一场投资会 之后一个男人告诉理事长 嫖光信才是最大的绊脚石 觉得他一定是装死藏了起来 理事长拿起电话叫杀手一定要找到他 而这个嫖光信 正是季节和宇哥要找的人 以我宇哥的能力 找人这种事简直轻而易举 于是带着季节就来到了嫖光信所在之处 这时的他已经大腿骨折伴随各种损伤 必须要叫救护车 就在宇哥打完电话后 前男友这事冲进来说 绝对不能去医院 有人想要杀了他 可这时候救护车已经赶到 没办法 只能叫宇哥假装病人被拉走了 两个人在医院聊得很开心 突然诅咒的声音又开始了 忍受不了的宇哥再次发狂 一把掐住了季节的脖子 可这次季节没有命令他松手 而是这一刻全世界都变得安静了 宇哥也恢复了理智 季节告诉宇哥 请不要再听那些伤害你的话 这让宇哥一下子就放松了 瘫软在了季节的肩膀上 也就是杜振宇的前女友真元 没错这个警察 其实就是季节的弟弟韩哲 在描述一次案情之后 韩哲问真元最后看到了什么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 这时真元起身就要走 韩哲一眼就看出他有所隐瞒 就在他上前准备问个究竟时 却被偷听的护士撞得鼻血横飞 另一边 被季节安慰后的宇哥 今天没有听到任何诅咒 这让他心情非常欢愉 开心地让玉神绞神都感到害怕 两个家伙说他可能是恋爱了 所以才这样 小神恍然意识到 如果他俩真好上了 那这破医院什么时候才能倒闭 我岂不是要一直待在那里吗 这时李市长派来的杀手 也找到了朴光信待过的地方 但此时早已人去楼空 却在地上发现了季节无意中掉落的名片 杀手马上给李市长打了电话 李市长要求必须抓住季节好好问清楚 这时的季节正准备约宇哥去灯塔野餐 可是小神偷偷拿起宇哥电话回复了信息 然后再把两人说要野餐的消息都删掉 这样爽约的话 两人的感情一定会产生裂痕 之后分到杨彪医院也就此关门 自己也就彻底解放了 毫不知情的季节 此时准备好食物出门赴约 殊不知杀手已经在他身后等待多时 就在季节准备给宇哥打电话的时候 挣扎中 杀手的样子被季节看到了 这样就只能杀了他才行 此时宇哥听见了季节的呼唤 顺一跳进海里救起了季节 季节精神恍惚的时候 一个吻唤醒了二人千年的记忆 这是宇哥确定季节就是命运之人血迹 千丝万缕的感情一涌而出 可是迎来的并不是开心 而是更多的迷茫 这时回复意识的季节以为自己死了 但是宇哥说 亏你还是个医生 连生死都分不清吗 极好的气氛就这么被破坏了 就这样宇哥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一直抱着季节往家走 本以为自己的感情 早被千年的夜火烧干殆尽 可是当确定季节就是血迹的时候 心脏却止不住的狂跳 到了医院宇哥想要找凶手报仇 季节当时情急没有记住凶手的样子 这可气坏了宇哥 然后说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去登塔 季节一听这话顿时翻脸 要不是你约我也参 鬼才会去吧 当晚宇哥回到家 还不知情的御神脚神正在悠闲地聊天 突然所有的刀叉都飞向了二人 宇哥非常生气地问 到底是谁做的 不说的话就把你们手脚砍下来当捉腿 御神挺身而出替脚神抗下了一切 发挥他实际诡辩的能力 让宇哥觉得是自己的错 最后还告诉了御神脚神 已经确定季节就是血迹 这时御神说那还等什么 赶紧求婚了 甚至已经联系好了餐厅 宇哥说我这么有魅力 要表白也得是他跟我表白才对 御神给宇哥上了一堂近代情感课 看着宇哥傲娇的脸 他又忍不住嘲讽了一波 结果 第二天警察来找季节了解情况 突然假扮成安装工的凶手出现了 可是季节并没有认出他来 哎呀我说你可是心真大呀 要杀你的人都记不住 还能记住点什么 当天傍晚宇哥开着红色法拉力 准备接季节下班 可到了医院 患者一个接一个 最后因为不耐烦还被季节赶来出去 然后坐在沙滩上委屈地向着孩子 之后他跟追出来的脚神抱怨起来 含季节简直是个灾害 都怪我把他当成血迹 所以才止不住的心跳 抱怨之后又屁颠屁颠地回去献媚 结果又吃了憋 可是宇哥是谁啊 千年都不曾放弃的人 怎么会坐以待毙 毕本正经的宇哥 说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人生哲理 之后季节也被感动到乖乖就范 画面一转 宇哥此时大松一口气 这要是把我拒绝了 我这千年的老脸王哪哥 季节换上了复燕的新衣服 宇哥也在高处等候多时 望着自己思念了千年的女人 亲手为他点亮每一个路灯 感觉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音乐响起 宇哥已经准备好迎接女主的登场 突然真元出现上来就是一个拥抱 紧接着季节也到场 刚好撞见了这一幕 宇哥一脸瞧不上的样子看着真元 告诉他你再这么没礼貌我就弄死你 这让真元一脸惊恶 无奈之下季节只能支开宇哥 真元自说自话是宇哥的女朋友 可是又拿不出任何在一起的证据 季节此时回想起了他们还是闺蜜的日子 那时候的季节正在跟前男友郑一登闹别扭 真元则说不是你的错 你一定不要先低头或者主动联系他 然后自己却要以试探为借口去联系郑一登 结果傻傻的季节还以为真元是在帮他 结果却被弟弟和正一登岛事情 真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第二天宇哥像每天一样到了医院 可是季节明显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 宇哥说是因为昨天那个女的吗 季节说因为你没有恢复记忆 所以我们要保持距离 很可能在你恢复记忆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就不会这样了 不管宇哥怎么解释 季节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最后气得宇哥夺门而出 回到家里气不过的宇哥 觉得季节现在就是飘了 以后坚决不能低头好巧不巧 前男友竟然打来电话 原来是嫖光性的伤情出了问题 季节说这样下去很危险最好去医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害怕 没办法的前男友只好说 因为他拿着贪污案的证据 之前拿着证据的医生已经失踪了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害怕 就躲了起来 前男友想趁着这次机会和季节复合 但是季节想起了当时还是恋人的事情 喝多了的季节恳求他的原谅 可是他却狠狠地推开了季节的手 接着又坐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 还说这劈腿也无所谓我可以接受 能不能不要和我分手 想到当时这么没用的自己 季节觉得脸都要丢尽 第二天 不死心的前男友来到了镇上 恰巧听见大神们正在聊季节的事 于是说季节已经有男朋友了 之后几人一起来到医院 想看看这位男朋友 季节一进门 看着这个场面 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 当着前男友的面 一定要证明自己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 所以把雨哥夸上了天 可是没想到下一秒雨哥就自爆 这让季节的脸一下碎了一地 晚上二人在灯塔喝着闷酒 雨哥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伤心 可是季节说 看着都振宇这么活着自己很心疼 但是又怕变成木偶的雨哥伤心 为自己的贪念感到丢脸 他既想要都振宇找回原来的自己 又不想变成木偶的雨哥受伤逃跑 这时雨哥说都振宇是不会回来的 他已经身陷黄泉了 但是季节还是叫他好好想想原来的自己 然后一个劲地夸赞都振宇 这把雨哥气坏了 难道自己就这么一无是处吗 接着一把抱住季节的脸 雨哥说只要我现在好好地活着 都振宇就不会回来 结果季节却说那你就赶快消失吧 又这样雨哥又回到了阴间 看见木偶连脉搏都没有地躺在地上 季节这时候彻底慌了 不管是都振宇还是木偶 快醒醒啊请不要消失 不要这样丢下我 在季节虔诚的呼唤中 木偶再次被唤醒 刚起身的木偶不禁感叹 一下子让我死一下子就又救我 你真是太有才了 看到木偶没事 季节更是放声大哭 既然气氛到这了 木偶也适宜地送上了一个拥抱 回去的路上木偶说 你以后不要随便叫我去死 虽然阴间也不错 但是因为你的出现 我现在想多在阳间待一会儿 然后季节却说 是因为我的盛世美颜 让你心脏骤停了吗 这位女士请你自重 最后两人约定彼此都不再说狠话 突然觉得他们俩一样幼稚 无放心的季节还是把木偶拉到了医院 这时玉神带了一众小弟来找木偶 季节很好气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这操作直接让八面玲珑的玉神不会了 只能跟着一起眼下去 季节此时坚决不肯让木偶走 并且命令他赶紧闭上眼睛睡觉 下一秒木偶真的乖乖上床休息了 这也看傻了旁边的玉神 第二天玉神告诉脚神 寒季节像命令狗一样命令木偶大人 并且大人也只能乖乖听从 这要是让他对木偶说赶紧消失的话 然后告诉木偶你不如就模仿都振宇 这样他也喜欢还可以帮你解除诅咒 真是一举两得 木偶说 我堂堂黄泉之王怎么可以模仿人类 可是身体却很诚实 瞬间来到都振宇的房间 翻看起他的日记 画面一转 二人正在为医院做宣传的时候 前女友真元杀了出来 这样场面瞬间尴尬起来 就在季节不知所措的时候 难道都振宇回来了 当初是你要分开 现在又要回来吗 殊不知 这是木偶看了都振宇的日记背下来的 真元一脸的难以置信 木偶接着说 分手不需要你同意 只要接受就好了 然后帅气地拉着季节走了 季节生气地说 你回复记忆怎么不告诉我 木偶说告不告诉你也没有什么改变 季节说怎么没有 然后拿出传单 只要把你的头衔和名字写上 我们的业绩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大妹子这好像不是重点吧 木偶说你好像随时都在等待都振宇回来 可是我呢 我该回到哪里呢 木偶该回到的位置 哪里都没有 然后转身伤心地走了 回到家里木偶像孩子一样闹脾气 没办法地御神绞神又出了新主意 假扮都振宇之后甩了真元 这样既能给季节报仇 又能让他爱上自己 简直太棒了 木偶也觉得 真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办法 第二天真元又找上门来 他依然不相信都振宇的记忆回复了 只不过是因为看了日记 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 他想和木偶约会一天做测试 如果真的恢复记忆还要分手 他就认了 这下可有戏看了 为了跟前女友分手 男人不惜动用财阀的力量 请来专家做网络支援 因为真元提出要约会一天做测试 所以当天晚上木偶在 角神玉神的陪同下 临时抱佛脚 可是真元可不像季节那么好骗 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么多年 言行举止甚至身上的味道都熟悉 就在补习的过程中 一张写着张美顺的名单 掉落在了茶几下面 据我多年的经验 这一定是后面剧情的伏笔 与此同时 恢复差不多的嫖光性 看见郑一登在查都郑宇的资料 问 你认识这个人吗 难道你说的那个失踪的医生就是他 都郑宇现在在哪 第二天博弈正式开启 真元试探着点了几样都郑宇不吃的食物 木偶则对达如流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接着来到烤肉店 因为都郑宇的童年阴影 所以他从不吃猪肉 真元说我上次看见你在这挺开心的呀 木偶则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强忍的 突然一个孕妇跌倒了 真元赶紧上前查看 然后叫木偶过来帮忙 这下糟了 医生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 即将露出破绽的时候 突然木偶宛如神医附体 甚至马上诊断出了病症 顺便还给出了治疗方案 原来玉神早就安排远程技术支持 并且附近还有小弟跟拍直播 另一边嫖光信找到了医院 跟季节说出了实情 都郑宇手里有证据 之前就是被理事长的杀手推下楼的 我也是因为害怕所以躲了起来 季节让他先回家等消息 他马上就去找都郑宇 这时候的木偶和真元把孕妇送到了急诊 真元说看来你是真的恢复了 还是要跟我分手吗 木偶知道都郑宇已经到了黄泉 不可能再复射 现在斩断情愫也是为了让他安息 最后真元伤心欲绝地走了 就在木偶暗爽的时候 季节也赶到了 问木偶还记得普光信吗 木偶说这么重要的事 不能当着孩子面说吧 借着肚子饿的理由就跑了 医院里突然出现一个罪汉 随手抓过医生就要打人 因为医生查出他媳妇被家暴 所以报了警 媳妇现在已经跑了 他就来到医院撒气 被保安拉出去没多久 男人又回来了 手里拿着两桶汽油倒在了地上 被送来的孕妇突然生命体征异常 需要马上手术 可是现在的医院已经乱做了一团 没有医生可以赶来 季节只能亲自上手 就这样赶鸭子上架的二人来到了手术室 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主任医师进来 这时广播响起 急诊时发生火灾 氧气瓶随时有连环爆炸的可能 请大家赶快撤离医院 眼看着孕妇危在旦夕 季节发现木偶并没有回复记忆 没有多说就走向了手术室 虽然没做过手术 但是当过无数次的助手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木偶让季节先撤离 可是季节无法面对患者的家人 难道要告诉他们患者要死了 我只能袖手旁观吗 这时候季节开始不停地呼唤 让教授快点回来 伴随着季节的呼唤 杜振宇竟然从黄泉之路返回了人间 可醒来的他根本弄不清状况 转头看到手术室里有一名患者 可是不见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季节说有人在医院纵悟 担心氧气爆炸 大家都跑路 那就可以放着患者不顾 让他等死吗 季节告诉他这里不是首尔毕城医院 而是永浦毕城医院 并且你现在也不是市长 即使打电话也没人会听 虽然搞不清状况 但是医生的职责告诉他必须救人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母子平安 后续的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虽然杜振宇已经不是市长了 但是刻在骨子里的威严依然在 看着被骂的医抬不起头 季节马上把他拉倒了一边 说你刚回复一点点记忆就这么嚣张吗 都振宇反问季节 咱们俩很熟吗 你跟我说话都不用敬意 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态度 就算是季节在大条也是难以接受的 都振宇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少了42天的记忆 难道自己一直躺在医院吗 此刻被打回黄泉的木 正在跟玉神搅神闹脾气 都怪你们让我假扮都振宇 这下可好他真的回去了 关键问题是 灵魂只能存在49天 再过7天他就要失去魂魄 六神无主身体腐烂了 到时候就算我再厉害 我拿得烂掉的身体能干什么 难道他看见我眼球儿掉下来 全身身满躯 还能说爱我吗 看来我这辈子都解除不了诅咒了 这边季节正在给都振宇讲木偶的事 还告诉他你现在多了个身份 就是韩国十大财阀家的人 感觉都振宇差点就要说 你是不是脑袋有点大病 然后拿起手机就给前女友打去了电话 季节好心提醒他真元 现在可能心情不好 结果都振宇却说他多管闲事 该不该打电话用不着你来说 这可把季节惹急了 没想到竟然都振宇是这种人 第二天脚神在医院摆了一块魔镜 他的作用跟监控差不多 这时都振宇出现 问脚神是不是在哪见过 脚神不加掩饰地说我们见过几百年了 但是这么会搭讪的都振宇倒是头一个 这让另一边的木偶也感到了异常 都振宇最后还是给真元打了电话 他说自己好像到了异世界 没有人可以沟通 求真元帮帮他 真元此刻也被搞得糊里糊涂 前一天刚甩了我第二天找我帮忙 难道真的疯了 找上门的都振宇 正好遇见正在办案的韩哲 以杀人嫌疑犯的名义逮捕 被带到警局的都振宇什么也想不起来 但是却想起了在黄泉路上的记忆 就在母子即将相认的时候 随着季节的呼喊声 母亲也消失了 这让都振宇非常混乱 突然他想起了季节说的话 就这样他动用了财阀的力量 算是把这件事解决了 韩哲既不过地问他 到底和财阀是什么关系 只能说教授就是教授 整合信息的能力真是不一般 他早看出了御神不是人 因为他以前就听到过那个铃声 现在依然在御神身上响着 晚上回到医院 面对着魔镜 都振宇仿佛知道对面就是木偶 看着自己久久未能愈合半点的伤口 也知道可能自己并没有复活 这把木偶和御神都吓了一跳 虽然他并不知道 木偶为什么会附到他身上 但是能清楚感受到 即使你回到阴间 依然放不下阳间的一个人 就是韩季节 此刻恐怕自己也无法放弃韩季节了 因为他可以唤醒身在黄泉的自己 只要让他不停地呼唤 那么都振宇将永远不会死去 然后问木偶 我谁也不想 只想自己活下去 我真是太想活下去了 听着都振宇要把季节 当成符咒一样留在身边 木偶瞬间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最后都振宇还说 会让季节只看着他自己 永远也不会想起木偶 第二天晚上调光信突然找上门 一脸愕然的都振宇问他怎么来了 调光信说名单在哪 你不记得你被金碧珠找人杀害了吗 都振宇直接说是自己服药过量所致 与金碧珠没有关系 这宛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调光信无法接受 自己这么多天的辛苦到底为了什么 之后他向都振宇索要名单 可是都振宇却说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这些对话 早已被监控另一端的杀手听到 隔天就收到调光信没回家的消息 这让季节感到不安 想要让都振宇帮忙找人 还说木偶之前俩小时就找到了 可是都振宇并没有答应 此刻魔镜对面的三人左右萌生一记 只要给季节戴上智能手表 并且把求助信号换成木偶快回来 在制造一个危险的局面 情急之下他一定会喊出木偶快回来 这样说不定就真的能回来了 说干就干 脚神没用几句话就把手表推销给了季节 玉神也安排好了小弟演一场戏 怎料到真正的凶手却前进了医院 刚开始木偶还以为是玉神安排的演员 之后越看越不对劲 这时季节正在赶回医院 季节刚一进门 竟然发现屋里有贼 木偶怕是上次的杀手 在对面急得直瞪眼 就在两人扭打的时候 都振宇及时感到化解了危机 这让木偶既高兴又生气 仔细一看 竟然发现邻居跑来偷体检表 他怕被老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把他解雇 如果失去这份工作 他就走投无路了 处理完这件事后 季节请都振宇喝咖啡表示感谢 可是都振宇却一反常态地关心起了季节 其实季节早就发现他在跟踪自己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都振宇说自己是木偶的时候 不是一直喜欢你吗 我想知道喜欢你什么 有多喜欢 木偶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多重人格 既然他那么执着于你 那一定有其中的道理 并恳求季节消灭身体里的木偶人格 当他可以作为都振宇活下去 到家之后季节望着掰开的冰棍 如果木偶在的话 一定会抢走大的一边 并且说着奇怪的冷笑话 天天这种无聊的温暖 正是季节无法割舍的思念 看见脚神搬走了魔镜 都振宇很好奇 脚神告诉他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明天就是你的头七 不管你想不想 你都会真正地死去 神给你一天的时间 你想干什么都行 另一边杀手正在跟金碧珠汇报工作 他已经将调光性拷问之后弄死了 只要再干掉都振宇 那么名单的事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他在都振宇的车上做了手脚 想要伪装城市一场事故 可是杀手并不知道就算不这么做 都振宇今天也是必死无疑 果然 六神无主的都振宇一头扎向了方向盘 敌救人员到场确定已经没有了脉搏 凶手刚要露出满意的笑容 下一秒天空飘起雪花 手上的伤口瞬间痊愈 这把急救人员吓得够呛 接着一把掐住了男人的脖子 这操作把杀手看呆住了 回去告诉金碧珠都振宇不是人 金碧珠说你可能太累了给你放个假 接着拿出了视频 难道他是僵尸可以死而复生不成 杀手说我就是告诉你不要把他当做人 以自己小心点罢 画面一转 好不容易回来的木偶 忍不住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季节顿时感到不对劲 这时的木偶担心季节再次把他送走 所以装傻说自己是都振宇的 可是季节却感受到了满身的破绽 怕被发现的木偶顺意逃走了 隔天季节拿出了冰棍做实验 果然他拿了大的一边 木偶此时还想否认 可是季节已经去急救处确认过了 心跳停止醒过来的一定是木偶 这么说来好像每次都是自己把木偶送走的 季节突然想起了消失的嫖光信 想拜托木偶找一下 木偶当然不同意了 可是季节却嘲讽他不如魔法棒 顿时木偶来了脾气 一个瞬意就找到了嫖光信 他死在了车里 旁边还放着遗书 这明显就是有人设计的 回到家里木偶梳理着案情 推断出木后黑手就是金币珠 并且猜到诊所一定被监视了 一个响指灯光全亮 顿时让杀手毛骨悚然 接着所有监控飞到了手中 走到另一个监控面前 木偶凭空出现在了金币珠的办公室 这可把他吓坏了 接着木偶来了一记寒冰神掌 吓得金币珠马上说我这有监控 一个马步上前抓住了金币珠的脖子 眼看寒气就要渗透到了他全身的时候 季节突然杀了出来阻止了木偶 金币珠得意地说 你扳不倒我的 我在你头顶上 竟敢嘲弄神明 这可把木偶气坏了 望着此时的金币珠 木偶好像回想起了什么 回去的路上两人又吵了起来 季节坚持要回毕城医院 木偶说我保护了你千年万年 怎么你总是要自寻死路呢 木偶因为季节阻止了自己 正在闹情绪 可是突如其来地表白 让木偶不知所措 只能直接吻上去堵住他的嘴 可不知为何季节晕了过去 就这样到了天亮 伴随着木偶的爱护 季节终于忍不住笑醒了 两人干大对视了半天 弟弟韩哲突然回来了 见大门警锁就问姐姐是不是藏了男人 没办法只能先把木偶塞到被子下面 木偶消失后并没有闲着 一个电话打到的金碧珠呢 虽然金碧珠有些错愕 但是并没有惊慌 反倒讽刺木偶被一个女人左右 还胆敢自称是神 木偶警告他离季节远点 金碧珠说自己就这么一张底牌 怎么可能放手 木偶告诉他准备了顺礼 等着收吧 果然一大早就被媒体团团围住 调光信的尸体被找到 遗书的内容被木偶改成了举报信 揭露金碧珠的必成医院伪造体检信息 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用生命的代价引起社会关注 在绞神的操作之下 消息迅速蔓延整个网络 很快就传到了药监局那边 领导很讨厌舆论 让金碧珠赶紧想办法平息 跟手下商量了一番后 决定给木偶一个回礼 在路上很多人拿着手机拍他们 回家之后发现原来路人不是拍季节 而是在拍自己 金碧珠来电话告诉木 全世界都会替我监视你 我看你现在怎么顺移 真是让我松了口气 此时的御神 因为谣言四起导致股票跌停 已经气得病倒了 木偶一脸无辜地问怎么回事 要不是因为你 公司能这样吗 你就该像普通富豪一样住在首尔 待在私有土地周围都是高高的围墙 顺便把韩季节接过来 这样两人同居不是更安全 结果木偶因为害羞又耍了起来 御神觉得这个局面彼此还难受 那韩季节能同意跟你同居吗 木偶说自己想到了好办法 转天他在医院装病 季节感到问他是不是又听到怪声了 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 木偶可怜巴巴望着季节说 没有他在身边就觉得很不安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简直快要疯了 这一段不在线的表演 却勾出了季节的真心话 他怕自己高喷不起财阀家的人 可是却又放不下木偶 贪恋着这份感情 哪怕只能在一旁守候 也想一直在他身边 最后同意了跟木偶一起去首尔同居 另一边 一个男人找到了真元 正好被赶来赴约的韩哲撞见 以为眼前的男人是跟踪狂 上来就是一技步歼衰 结果他其实是必成医院的教授 后来是为了挖墙脚的 被带到警局以后男人使劲发飙 尽管韩哲再三道歉 男人依然不肯放了 还想接着这件事把真元挖到毕城医院 韩哲告诉真元不用管自己 结果 没走几步真元却有点于心不忍 难道是对他有了感觉 最后韩哲被关进了小黑屋 转天真元跟男人吵了起来 告诉他最好撤销对韩哲的投诉 不然就将他见不得人的事说出去 难道他是财罚家的小儿子吗 你竟然因为他威胁我 甚至还惊动了特搜科 医院想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韩哲正在出任务不能接电话 这让真元莫名担心了起来 警察在调查一起连续杀人案 被害者的共同点都是被冻死的 而且全都是人渣或者败类 所以凶手被称为天谴杀手 但是韩哲认为世上没有死了也活该的人 莫上一次在党口惩罚恶人时 恰巧拯救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男人 他是目睹整个过程唯一的证人 也是警察安插到黑帮的卧底 可是现在却陷入了深度昏迷 特搜队想从都镇宇着手调查 但是又害怕他身后的财罚集团 所以想让打过交道的韩哲过来帮忙 与此同时 敞开心扉的二人甜蜜之火速飙升 可是没过一回就又吵了起来 季节说要约法三章 但是莫不同意 十大财罚之一的会长亲自送季节回家 这可把他吓坏了 难道这就是艰难的婆家生活吗 就在搬家的时候 无意中找到了关键的名单 角神想通过油管把名单曝光 可这样做的话 金碧珠一定会威胁名单上的人 所以嘱咐玉神角神先查清楚情况 看看避城医院到底在怕什么 第二天季节来到了首尔 一脸没见过世面的开心至极 接着拿出合约念给莫 第一位经允许不得进自己房间 这个不难办到 第二在家里不准说法语 在电视里看到财罚在家都说法语 他们家连韩语说的都不利索 第三不能让他过艰苦的婆家生活 季节害怕让他出席各种家宴什么的 莫偶说家里就这几个人 怎么你三条里两个都是说别人的事呢 接着莫偶也拿出三条 第一不准说我爱你 因为心脏会痛 目前我还不想死 第二不准跟其他男人见面 季节吐槽莫偶太封建 五代也没有这样的 于是改成了 莫偶不在的时候不与其他男人见面 第三条我没想好留着明天再说 晚餐的时候莫偶说都同居了 得安排亲人过来聚一聚啊 季节突然回想起来弟弟说过 你跟哪个男人都行 唯独不可以靠近都振宇 绝对不行 这可怎么办 莫偶猜到弟弟可能之前跟都振宇有过节 可是自己又不是都振宇 只要说清楚就行了 接着决定了第三条 随时介绍家人给自己 真元跟同事正在食堂吃饭 同事吐槽说你不减肥了吗 真元说再漂亮有什么用 现在都对我的信息已读不回了 真元以为他猜到了不回信息的人是韩哲 难道全世界都知道韩哲无视我了吗 完了这下自己可说漏了嘴 急忙解释说我对他没兴趣 只是因为工作关系见过几年 但是他竟然不回我信息 所以我很生气 这让真元不禁害羞了起来 同事看着情况 选择不当电灯泡的走开 还算他曾说过不喜欢小奶狗 真元起身也想逃离现场 结果被韩哲一把抓住 看着一脸认真跟他道歉的韩哲 真元心中产生了莫名的激动 接着问他到底是不是财阀家的小儿子 这把韩哲问得一脸懵 真元好奇韩哲为什么可以不管不顾 而且心胸这么宽广 作为警察的他一丝一毫的犹豫 都可能让他人受到伤害 面对这么正义凌然的回答 搞得真元心里小路乱撞 两人一直从白天聊到了晚上 到了家楼下 真元疯狂暗示他一起回家 可是韩哲根本听不懂 互相道别准备各回各家 真元笃定三个数之内一定会回头找他 结果并没有 就在他有些失望的时候 背后传来的脚步声 他以为是韩哲回来了 这一幕恰巧被回头的韩哲看见 真元爸爸说做医生挺好啊 装得像个富家小姐 看起来赚了不少钱啊 真元说没钱都是贷款买的 可是他爸爸说不管用什么方法 清静一生也要给我拿钱来 以前真元不忍妈妈受欺负 亲手将他爸爸送进了监狱 没想到人前处处争强好胜的真元 也有这么悲惨的往事 自己拼了命的努力 只是怕人看不起她是个罪犯的女儿 看到了一切的寒哲 拒绝了特搜科的邀请 选择留在真元身边 想要默默守护她 与此同时 过着富婆生活的季节 害怕吃太多被财罚家笑话 所以半夜饿得睡不着觉 于是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 就这样两个人一起吃了泡面 真是没想到 财罚大佬也爱吃泡面 季节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木偶和弟弟的关系 玉神说有些事越想隐藏 就越会穿帮 到时候更加难以收场 所以季节决定安排他们俩见一面 寒哲想用气势压扁 这个姐夫的气焰 所以穿着机车服就来了 季节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可是你倒告诉我他是谁啊 季节心想要是让你知道了 你能来才怪呢 该来的还是来了 各种火药味的对话 让木偶一忍再忍 可是不管木偶怎么解释 季节还是被韩哲拉回了家 到家之后小两口偷膜打电话 弟弟则在门外一直闹着 木偶这次出奇的懂事 玉神这时候查清楚了名单的情况 上面的人全都死于非命 这太奇怪了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患者家属 就是张美顺的儿子杜振宇了 第二天木偶拿着起诉状 在所有媒体面前痛诉金币珠 也公开承认自己失忆的问题 宁愿放弃所有财罚家的财富 也要让正义留在这个世上 对是昏迷的卧底突然醒来 正当木偶和警察坐着笔录的时候 韩哲带着姐姐推着证人来到了审讯室 眼看季节推着证人就要指认了 最后一刻他还是阻止了证人 韩哲始终认为木偶一定会顺移 或者有什么秘密武器 所以才有不在场的证明 可这是季节压根就不相信 回去的路上 季节肚子饿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车厢 于是两个人来到了超市 木偶快速地买了一车的蔬菜 但是季节说人就该吃肉才对 以为木偶是因为小气才不买肉 结果是因为怕看到血 季节心里暗暗窃喜 连肉都不敢看 更别说是杀人魔了 可是木偶却犯起了仇 再有27天就要到最后期限 此刻的他真的想跟季节一起携手到老 回到家里看到了一个大柜子 御神嘱咐一定不要打开 人就是这样子 越是被禁止的就越能勾起好奇心 趁着晚上没人 季节偷偷来到柜子前 可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三个人的测试 但三人也不知道 季节其实是想找到杀人魔的证据 与此同时 警局也出了大新闻 不知道哪个医生把卧底的消息公布了 搞得所有记者都来堵门 第二天警察召开发布会 宣布杀人魔真实身份 其实是黑熊派的二当家 LMO早就用超能力改写了目击者的记忆 警察也表示歉意 并归还了被扣押的车 回去的时候季节心里有愧 不小心说走了嘴 让木偶发现他竟然不相信自己 但最可悲的是 他怀疑的其实是对的 人的确都是自己杀的 季节想要发信息道歉 可是怎么写都感觉不对 输入错的信息可以撤回 心里的错误又该怎么撤回呢 其实木偶并不是生他的气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坦白自己 郑一灯突然到访说他认识张美顺 也就是都振宇的母亲 然后也承认了金碧珠一直拿资助威胁他 现在他感觉自己很危险 所以恳求木偶帮忙 就在几天前他已经被杀手盯上了 并且安装了跟踪系统 同时还有24小时间是他的人 但他们并不知道 要除掉的不止是郑一灯 还有韩记姐 姐姐那边正在遭受生命危机 弟弟这边正跟姐夫的前任如火如荼 因为前一阵韩哲没有被自己迷住 一直念念不忘的真元 说自己正在相亲 结果韩哲粗意大发一直自己灌酒 不一会就上了头 可这一幕却让真元看得欢喜异常 再回去的路上 一辆车急迟而过 真元下意识地去拉住韩哲 借着这个气氛韩哲跟真元表白了 酒精一下就全醒了 俩人在大马路上没羞没骚地亲上了 第二天 季节来到医院 想查看那个证人的情况 假扮医生的凶手故意撞到了他 顺势给他下了麻样 季节跟弟弟处理完事情后 弟弟还偷喝了一大半加料咖啡 这时想起撞到自己的医生 和在自己诊所装监控的师父长得一样 难道是双胞胎 韩哲凭着警察的直觉去科室调查了一下 发现医院里根本就没有崔医生这么个人 顿感大事不妙 可是一切为时已晚 凶手已经站在了季节身后 当他想跑的时候 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 最后被扔上了车 跑过来的韩哲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带子 边开车追凶手 一边打电话给木偶告诉季节被抓的事 最终二人合力把凶手堵到了路口 木偶抓起晕倒的季节就飞到了医院 韩哲拿枪对准了凶手 就在这时之前的麻药起了效果 让他晕倒在地 木偶猜到这一定是金碧猪干的 来到他的密室 把那些见不得人的资料全都翻了出来 感动韩季节 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比死还痛苦 检查院收到举报以后 马上查封了毕城集团 并且传唤了金碧猪 可是他却一脸从容地告诉检查长 等着吧 一会我就可以走了 结果一个电话打来 让检查长脸色巨变 这次举报最后被洗成了 不和集团为了收购毕城集团的恶意抹黑 御神还莫名其妙地被薅掉一朵头发 与此同时 另一个小弟已经在郑一灯的水里下了药 毫不知情的郑一灯喝完了水 就去游泳池训练体能 没一会他觉得身体不是要停止训练 可是小弟逼着他游完最后一圈 没想到木偶及时出现把他救了上来 生死关头时光交错 千年的记忆涌入脑中 他是木偶千年前的弟弟吴英 是哥哥的小迷弟 也是当时很有名的诗人 那一枚石南花的戒指 就是他帮哥哥选来送给雪姬的 想起一切的木偶把郑一灯接回了家 不知情的玉神绞神二脸懵逼 但是最震撼的当然是纪杰了 毕竟他和自己有过一段黑历史 不偶得知弟弟最后是为了帮自己被处刑的 心里很是难过 自己也只剩下二十多天的时间 到底该怎么办呢 结果却被纪杰撞个正着 纪杰以为他要丢下自己一走了之 气得他大半夜离家出走 真元寒哲表白之后 经常在家里吃饭 俩人都是自由丧母 所以厨艺都非常棒 但是真元始终忘不了自己爸爸是个人渣 怕到时候吓跑寒哲 所以反复试探着 但他不知道韩哲早就知道了这事 并且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真元 真元再一次被他的真心感动 想借此机会进一步发展 突然 纪杰出现破坏了韩哲的好事 这要让韩纪杰知道自己跟他弟弟拍拖 这段感情不就完了吗 总算逃过一劫 第二天在木偶的百般努力下 纪杰终于原谅了他 并收下了一个极其夸张的求婚戒指 没想到晚上弟弟就被绑下了 按照劫匪的要求 俩人赶到了一个废弃工厂 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结果声音却来自一个冰箱 看着木偶脸上的伤口瞬间复原 纪杰联想起了一切 问着你到底是谁 木偶坦白自己是死亡的象征 是创世神手里的一把裁决之刃 纪杰不理解为什么阴间的王 会借着人类的面孔出现在自己面前 所以那些人确实是你杀的 明明自己认识的木偶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杀人 自己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觉得现在的木偶无比可怕 木偶回到家里痛心疾首 他的痛苦 孤独 还有一千年如一日想死去的愿望 无法对纪杰开口 即使对他辩解埋怨 也只会让他更痛苦 纪杰也承受着同样的煎熬 他明明那么想和木偶一起到老 可终究只是一场梦 浑浑噩噩的纪杰来到了教堂忏悔 木偶在隔壁听到了他的心声 纪杰退回了戒指转身离去 追上去的木偶坦白了自己的心声 可是纪杰生气的是他不相信自己的选择 木偶想再次恳求纪杰的原谅 并且会想办法做回人类和他一起到老 纪杰让他想到办法后再联系自己 另一边 真元因为纪杰的原因想跟韩哲分手 可是一见面 发现满脸是伤的韩哲就心软了 韩哲说自己姐姐就是医生不用担心 结果真元脱口而出 一个急诊是医生他能懂个屁 最后真元再次被韩哲真诚的眼神打败了 纪杰和木偶来到警局配合调查 出警的同事用执法记录一路下了爆炸瞬间 这要是被发现木偶会顺移 那还得了 纪杰让木偶发挥一下超能力掩盖过去 可是木偶没有这方面技能啊 真是个没用的神 结果录像在关键一刻损坏了 原来当时目睹遗弃切的韩哲很纠结 若不是木偶在 姐姐就会死 在亲情和职业精神之间 他还是选择了姐姐 木偶跟韩哲坦白了一切 并提议二人合作一起对付敌人 晚上木偶提议和纪杰接吻唤起前世记忆 从而来寻找恢复肉身的线索 可纪杰觉得他就是单纯想占便宜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一下子看到了血迹刺杀王上时的记忆 这才是金碧珠和他真正的恩怨 虽然气得牙根痒痒 但还是告诉他前世很幸福 转身来到凶手藏身之所 可这对木偶根本没有用 但却闪过了一段千年前的记忆 在木偶的逼问下 凶手承认了名单上的男士里 就是郑一登 接着韩哲及时赶到将他代本 二人第一次合作非常愉快 紧接着郑一登的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了 果然金碧珠想隐瞒的 就是新药的副作用 他得了假状腺癌 现在只要他出庭作证 就可以击溃金碧珠 可是木偶害怕弟弟重蹈覆辙 不想让他出面 让玉神安排他去美国 接受治疗远离这里 突然昨晚被刺的伤口又开始流血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难道是什么仙照 季节来到警局指认凶手 结果对视那一刻 伴随着剧烈的头痛 许多画面涌入脑中 戒指里的宝石忽然裂开 他找到了卖戒指的店想要修理 结果这个老婆婆 就是季节第一集里救的那位 他告诉季节这个戒指 会把主人推向不幸 可是季节执意要修理 临走之前 他看到了自己千年前的发赞 就是刺杀前世经必诛的那一只 他想起了与木偶前世的爱 为了私奔死在了弓箭之下 之后的自己也随他而去 他悔恨怎么至今都没有想起 怎么可以让他独自一人承受这份痛苦 狠狠地拥抱这个守护自己千年的人 不知所措的木偶显得很吃惊 以为今天他吃错了药 但是季节并没有告诉他 自己已经想起来一切 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流泪 为了对付金币珠 木偶活住了凶手太中职 没想到在监狱里被暗算 法庭上本以为死者家属会如实作证 却被买通当场翻供 最后反倒是玉神的公司贝勒锅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郑一灯出现了 他在机场看到了报道 不管木偶怎么说 他都坚持要出庭作证 晚上疲惫的木偶抱着季节 突然就伤发作 这让季节又回想起了当时的画面 他安慰自己木偶一定会没事的 就在收拾垃圾的时候 木偶看到了血迹的发簪 急忙找到大神 我感觉大神可能就是创世神本神 木偶埋怨着为什么要把发簪给季节 大神说你们犯下大错罪孽深重 导致整个国家被灭 无数人生灵涂炭 而且作为神的联名 已经给过木偶很多次机会 但是他并没有珍惜 木偶下决心 一定不会让发簪再次沾染主人的鲜血 季节也想出一份力找到了真元 可是真元以为他是为了弟弟 跟自己拍拖的事来找查 结果并不是 季节只是想让他帮忙 找到之前帮金碧珠做事的女医生 真元借机管季节要了一个免责承诺 就是不管给他做了什么事都要原谅他 韩哲想告诉季节自己拍拖的事 结果正好真元来电话说事情半妥了 韩哲一脸傻笑地看着季节 以为他跟真元关系很好 结果季节却说 你忘了他把你打得直流鼻血吗 A下更没法对姐姐说了 第二天木偶带着正义灯再次来到法院 没想到 真是防不胜防啊 这下不仅干掉了关键证人 还暴露了木偶有超能力的事 木偶恨不得马上杀了他 可是季节不想再让他双手沾染鲜血 今天是木偶在阳间的最后一天 绞神告诉季节 千年来未见木偶有过伤口 为了你他独自承受了所有痛苦 木偶觉得时间不多了 所以告诉季节要和他分手 季节提出要陪他完成所有愿望 才可以分手 于是两人换上了礼服 像普通恋人一样吃小吃 看电视最后相互围依着睡去 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为了扳回一局 木偶捐款一兆一韩元做慈善 接着季节从警局得知 弟弟和木偶竟然私下采取了行动 季节仿佛猜到了木偶想要干什么 慌慌张张给木偶打了电话 可是无人接听 忽然出现的木偶 让金碧珠措手不及一个亮枪 木偶慢慢举起了寒冰掌 吓得他瑟瑟发抖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接着一个不注意掉出发簪 狗急跳墙的金碧珠 捡起地上的发簪 就刺向了木偶的胸口 发簪终于没有染上他主人的血 金碧珠大笑着自己竟然杀了神 与此同时他也成了杀人犯 季节匆忙赶到 却发现木偶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黄泉路上的木偶听见了季节的哭诉 正当他要转身继续上路的时候 季节大喊着吴炫大人 时光再次交错 就如千年前自己被杀的场景一样 血迹也是哭喊着吴炫的名字 失了神的季节捡起地上的发簪 恶狠狠地走向金碧珠 金碧珠愕然瞪大双眼 问他到底是谁 不怕就举起发簪 要刺向金碧珠 黄泉路上的木偶即使阻止了季节 金碧珠刚想趁机逃走 提前约好的韩哲正好赶到 木偶被送医抢救 他反复梦到与血迹离别的那天 韩哲跑过来夸赞姐夫这个B计划 简直绝了 对后在季节的强力逼问下 韩哲只能如实交代 他早就知道木偶时间要到了 决定顺便解决金碧珠 自己又一次被这个男人保护了 转天金碧珠以谋杀未遂被起诉 木偶也违背了神的旨意 没有按时返回阴间 回到家以后木偶明显脸色不佳 季节的声音此时 已经无法阻止诅咒的声音了 不觉悦尔的哀嚎围绕在他耳边 诅咒的怨念又开始了对他的摧残 今天韩哲下决心 要跟季节说清楚真缘的事 对于这个让自己流过血流过类的原闺蜜 季节唯独不想让他夺走自己的家人 结果刚一转身 就看见满身酒气的真缘 上来就是一个下跪道歉 之前抢走正一灯 是因为想和他一起去美国 这样就可以逃开他的人渣父亲 结果因为季节说了韩哲几句 俩人又死打了起来 结果季节战力不足 被薅掉一朵头发 木偶的诅咒越来越严重 发作的时候会渐渐失去理智 季节试图阻止诅咒的声音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 木偶觉得自己心满意足了 想让季节说出爱你 安安静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季节觉得让自己亲手杀了他实在太残忍了 绝对不可以 木偶觉得这不是杀他 是让他永远地活着 出门遇到了脚神 季节让他不用劝自己 可是脚神告诉他 一千年了木偶早已成了自己的家人 因为有爱所以知道是时候放手了 现在他是死都不想再杀人 所以应该趁着他清醒的时候 让他如愿吧 爱中植自从被暗算以后一直昏迷不醒 可是木偶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 木偶告诉他兔死狗烹 你以为金碧珠会放过你吗 现在就该对着他嚎叫 让所有人都注意他 这样你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也不知道凶手这时候流下的一滴眼泪 到底意味着什么 甜蜜的小两口明目张胆地在一起了 正在互相夸赞对方厨艺的时候 警局来了一通电话 这无疑是真元最害怕听到的名字 赶紧追问韩哲怎么回事 韩哲告诉他这个人是金碧珠的杀手 自己和姐姐都差点死在他手上 真元的心中仿佛万箭穿星 趁着韩哲又去接电话的功夫 悄悄地走了 电话也关了机 与此同时木偶的时间也到了极限 他开始逐渐失去理智 催促着季节快点说出 我爱你来终结自己 可是季节实在是舍不得也说不出口 木偶终于恢复了神志 那阔别已久的泪水 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就在这生生爱你的话语中 木偶千年的旅程终于到达了终点 深深地吻过最爱的人 消失在了光里 季节就这样哭到了晚上 失去家人的痛苦 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随后的日子里季节变得疯疯癫癫 不停写着木偶的名字 之后又再次撕掉 日日夜夜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突然一个小男孩来找季节 他捧着一盆玉金香 说有个帅气的哥哥让我给你送花 玉神借机想劝季节打起精神 可是季节觉得自己是个破坏王 根本养不活花 身边的东西都会被损坏 这次甚至连神都被自己弄死了 到了第二天 一遍又一遍的铃声吵得季节心烦意乱 开门一看又是昨天的小男孩 季节拜托他可不可以不要再送花了 买花的钱也不需要退回 可是倔强的男孩说自己是在努力工作 不是为了乞讨 这句话却给季节带来了深深的触动 原来木偶想让自己养的并不是花 而是要让他努力地活下去 法庭上太中职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也指认了所有幕后黑手就是 毕称集团理事长金碧珠 随着检察官一条一条念出的铁证 金碧珠也被判了死刑 姐姐感叹着弟弟终于有点出息了 可是韩哲却说都是姐夫的功劳 真元自上次消失再也联系不上 韩哲虽然笑着但是心里非常痛苦 就在这时 真元突然约他回家吃饭 他开开心心地买好了菜 做了一桌美味佳肴 饭桌上真元把自己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韩哲 自己父亲就是太中职 他无法原谅这样的父亲 想要伤害自己的爱人 即使是这样韩哲依然对真元表白了 忍不住的泪水从眼中流出 因为对韩哲的爱他不再计较得失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 但是又无法面对父亲伤害过他的事实 虽然也想过直接消失 但还是鼓起勇气来跟他最后道别 季节决定振作起来 果然还是想开家医院 这次要开个大的 他告诉花店的人们 家庭困难需要手术的病人 会提供免费治疗 但有个条件 那就是需要虔诚的向墨偶祈祷 回到家季节把郁金香都种了起来 一转眼五年飞逝 小男孩已经变成小伙子了 郁金香也种满了花园 此时的季节已经事业有成 脚神想让他试着找个男朋友 可他说神的契约是违背不了的 今天电视台找韩哲客串一个角色 没想到也同时邀请了真元 时隔五年 但二人一点没有陌生感 因为心从未分开过 离开时真元埋怨韩哲 为什么听那个女生胡说 韩哲说因为有趣 因为真元嫉妒的样子很有趣 真元每天都会去家楼下的小菜店 买他爱吃的蛋卷 老板娘不小心说漏了嘴 告诉他没进货 真元再次追问 他又说是自己做的 但又不知道里面加了什么材料 冲到了韩哲家里 问他你疯了吗 整整五年你都在做蛋卷送到小菜店 我们会有这么傻的男人 如果自己错过了 可能就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 于是二人就结婚了 在婚礼当天季节和真元说 彼此之间真的经历了好多事 但是最终竟然变成了一家人 真的太神奇了 郑一灯治好了 并现在也成了一个大明星 但他并不知道木偶已经消失的事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二位新人交换了戒指 感人的瞬间总是能让人热泪盈眶 伴随着家人朋友的祝福 二人踏上了新婚蜜月之旅 季节一个人坐在教堂里发呆 回忆着和木偶之间的告白 忽然一阵风把蜡烛吹灭 教堂的大门打开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光里 季节以为他是在做梦 害怕又是一场噩梦 回到家御神绞神 也开心的像孩子一样 原来木偶是因为之前的契约 随时介绍亲人给自己认识这一条回来的 神无法违背自己的沉默 埋怨着韩哲怎么才结婚 这几年他化作了风 但是会听到有人为他祈祷 最后被这些祈祷的声音救活了 这么美好的时刻 肯定少不了季节的冷笑话 他怕木偶像人鱼公主那样 第二天变成泡沫消失了 木偶告诉他说自己是玩具也就忍了 说自己是海鲜就过分了吧 蜜月回来的二人前来拜礼 也不知道前男友如今变成了姐夫 是种什么心情 早上醒来季节发现木偶不在身边 慌张下楼找他 难道诅咒的声音又开始了吗 原来是韩哲让他帮忙追查犯人 木偶说以后别找我了太麻烦了 韩哲说你怎么可以过河拆桥 你不是因为我结婚才能回来的吗 为了结这个婚 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 没有我你连我姐的影子都看不着 这样多好 你多记得行善 说不定就能变成人了 木偶示意韩哲帮自己 可是小舅子见状马上跑了 其实季节只是在担心他 怕诅咒的声音又回来了 木偶只是在用蓝牙耳机打电话 现在诅咒的声音真的没有了 怕自己没变成人让季节失望 所以没敢说 但是季节觉得可以和神坛恋爱的女人 除了自己没有别人了 木偶告诉他阴间那边确实人手不足 创世神答应他如果可以好好工作 就会给他假期 季节死后他会为其引路 直到下一个轮回 在阳间还会遇见木偶 这样他们就可以生生世世的相爱 那时就不是惩罚而是休假了 历经千年的波澜 终于换来了永远的相爱 至此韩剧木偶的季节迎来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评论和点赞 我是杨诚说句 我们下部剧见